阐述心境!侯友宜活动致辞,欣赏对手!感谢前人曾经付出! 记者陈欣于新北报道,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太太任美玲名下房产出租给文化大学当宿舍,近日传出争议。 侯友宜办公室明天,15日,早上也将在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举办文化大学、大群馆、说明会。 而侯友宜今晚出席公开行程致辞时,强调自己是奉公守法,认真的公务人员,接任职务时,也谢谢前人为这个单位的付出。 侯友宜今晚到新装仪品大饭店出席三重狮子会会长交接活动,但并不受访。 侯友宜至此时,一开头就道歉,自己因为在选举,服装最不整齐,自己比较开慢,脚步较慢会跟不上人。 侯友宜在交接活动致辞说,自己是事务官出身,前后历经14个职位,到现在参选新北市长,从台北县长尤青苏贞昌到新北市长朱立伦,到自己要接任,都要放眼未来,感谢别人过去的付出。 侯友宜说,当新北市副市长7年来,没有一个人比自己了解新北的状况,三环三线,公共托育和国民运动中心,哪一个不是他到现场看,我的认真打盼不用多说,要务实做事情,所以我要努力面对未来,不是回忆过去。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记者陈欣渝社 侯友宜今天晚上到新庄仪品大饭店出席三重狮子会会长交接活动,又为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王威元。 记者陈欣渝社 记者陈欣渝社 相关关键字 2018-2018-9和1选举 2018新北市长 侯友宜 市长选举 新北市长选战 新北市长选举 快加入 新闻送上来 1 Android Android LINE加入好友 com zn 礼 邱靳宾不趁为友宜一官说。痛心怒衰指 文大宿舍争议 洪耀夫,侯友宜应捐出来当舍宅 你吃粽也容易胃胀气 跟住阿基师吃就对了 侯友宜派人赴北市府官说桥氏 林州民,却有官员来谈宿舍案 文化大学的婚后取得 侯友宜,权壮是娘家的 记者陈欣于新北报道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太太 任美玲名下房产出租给文化大学当宿舍 近日传出争议 侯友宜办公室明天,15日 早上也将在台北市议会国民党团举办文化大学 大群馆,说明会 而侯友宜今晚出席公开行程致辞时 强调自己是奉公守法 认真的公务人员 接任职务时 也谢谢前人为这个单位的付出 侯友宜今晚到新庄仪品大饭店出席三重狮子会会长交接活动 但并不受访 侯友宜致辞时 一开头就道歉 自己因为在选举 服装最不整齐 自己比较憨慢 脚步较慢会跟不上人 侯友宜在交接活动致辞说 自己是事务官出身 前后历经14个职位 到现在参选新北市长 从台北县长尤青苏贞昌到新北市长朱立伦 到自己要接任 都要放眼未来 感谢别人过去的付出 侯友宜说 当新北市副市长7年来 没有一个人比自己了解新北的状况 三环三线 公共托语和国民运动中心 哪一个不是他到现场看 我的认真打扮不用多说 要务实做事情 所以我要努力面对未来 不是回忆过去 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 记者陈欣于社 侯友宜 今天晚上到新庄仪品大饭店出席三重狮子会会长交接活动 又为国民党新北市议员参选人王威元 记者陈欣于社 记者陈欣于社 相关关键字 2018九合一选举 2018新北市长 侯友宜 市长选举 新北市长选战 新北市长选举 快加入 新闻送上来 Android LINE加入好友 邱静斌 不斥为侯友宜官说 痛心怒衰旨 文大宿舍争议 洪耀福 侯友宜应捐出来当社宅 你吃粽也容易胃胀气 跟住阿基师吃就对了 侯友宜派人 赴北市府官说 乔氏 林周敏 却有官员来谈诉涉案 文化大学的婚后取得 侯友宜 权壮是娘家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